远兄号称只要26分钟就能让14万元撤离大巨带符合国际标准 不过对照其他国家这样的疏散速度真的够快吗 继续是我们的深入报道 熊熊大火燃烧 日前网友po上1985年英国布拉德福德足球场大火影片 短短三分钟看台就被大火淹没 许多民众来不及逃生 造成56人死亡超过200元受伤 影片迫上网后网友纷纷质疑 远兄说的26分钟41秒撤离时间到底够不够 2004年12月12号西班牙伯纳乌球场 金船恐怖组织安装炸弹 包含球员和观众7万多人紧急撤离 短短8分钟内就全数撤离完毕 没有人员伤亡 美国国土安全部一份资料显示 西班牙球场大型疏散演练 诺坎普球场9万8千人 15分钟内疏散完毕 罗马雷达体育场3万4千人 10分钟内完成疏散 索利利亚球场3万3千人 也在4分钟内就全部疏散完毕 远球宣称14万人可以在26分钟41秒内撤离大巨弹 不过以其他国家的实际案例来看 似乎人事不足够 新唐人亚哈电视张其林编译